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林医生快到了吧 对 好 来 站住 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 叫什么名字 盘管 我叫高华 是省城军华贸易商行的老板 来了一城探亲的 探亲 对 带走 为什么呀 凭什么带走啊 不凭什么 走 还有没有王法啊 说抓人就抓人啊 我犯什么法了 没犯法 让你走你就走 带走 别动 别动 来 什么呢 干什么呢 我们是到这边做生意的长官 做生意 对对对 我咋看你不像做生意的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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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走 停 走 停 走 光临峰在哪 我要见你们长官 光临峰 走走走 带走 带走 你们这还有没有王法啊 闭嘴 光临峰在哪 我打你了 闭嘴 你敢 警告 谁找高副司令 我 都当副司令了 他怎么当的官啊 难道就靠 他们这样胡乱查人吗 闭嘴 把箱子打开 检查 检查就检查 我还就不信 林毅诚没个说理的地方 随便检查 我暴政 你嘛 我来干什么 养 你来吧 我来不算 我来呀 你不信 你也没有什么 我这是 去死吧 你 我去死了 请问 你是什么人 我叫高华 是来林医生探亲的 高叔叔 你来的怎么不打声招呼啊 走 我们一起回去 你是 我是洪涛 高司令是我大哥 你好 我也是有事才路过这儿的 谁知道一下车 就碰见这伙人 不好意思 高先生 误会了 请 方队长 我也是奉命在这儿 捉共党要饭的 所以这个人真不能走 走走走走 你他娘的活腻呗了 高伍司令的亲属你也敢抓 高伙先生 请 难怪人家说林医生 到处都是土匪 走 这边 我给你 我给你 林医生还有多远 除了林子上大道 还有三十里路 快点儿中午能赶到 走 高先生 里面请 好 高叔 李哥 这是越来越像你爹了 你还好吗 一切都好 真想死你了 我们进屋说 高华 高凌峰的名字是他给改的 他跟高凌峰的渊源很深 不过 他跟剿匪通报的特征相符 那就不能放过 秘密盯着他 有什么情况 直接跟我通报 报 进来 王爷 怎么了 想好了 想好了 王爷 好 从现在起 你直接归蔡队长官 不要因喝酒无事 不要轻举妄斗 不要暴露自己 记住 你就是个影子 是 坐 茶 好 对了 这是 吴副义 托我烧给外的信 你看一下 谢谢 谢谢 队长 刚刚在车站 高先生差点被当成供妃给抓起来 对 对 对 谁干的 这个是上风直接下的命令 由财德本职业带队 侦探队的人也出动了 队长 这么大的事你不知道 我财德本都叫过来 是 怎么 你这个副司令 连手底下人干的什么都不知道 队长 队长 你找我 你妈呢 我问你在干吗呢 你干了些什么 你去车站干什么 谁让你去抓人呢 不是 队长 你听我说 说 是参谋长直接给我下的命令 你又不在 我就没来急通知你 我就 这是谁说了算 是他还是我 把人给我撤回来 是 是 林芳 你这脾气 可越来越像父亲 更长人似的东西 嘴头就不能客气 大清天白日 哪儿来的共党 我就不明白了 现在上面到底要干吗 搅匪搅匪不管 日本人贩毒看不见 搅供 搅得那么来劲 那共党怎么了 好 这就是我的领导 给我的信 写的什么内容 我以为是跟脚匪有关的 什么 看中了林一城地下的矿场了 中兴矿业要过来采矿 希望我能帮他弄一份资料 然后最后分我一份好处 把我干什么了这个 跟那高林峰那些人 都有关当了 可我们这些弟兄啊 拼了老命 拼了死命 也没人家爬得高 最可气的就是这张报纸上的 这张照片 来 老大你看看 为啥把他高林峰照得最闲眼 为啥把他高林峰照得最大 你人哪 老大 整个报纸都没有你人呀 你们看看 行了行了行了 看什么看 喝酒呢 别聊这个了 去 把报纸拿过来 各位老总 那个这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 看着面生啊 兄弟 我城外里家店的 这不进城来走走亲戚 这不刚进城吗 看看有什么新闻呗 看看消息 得 谢谢 谢谢啊 慢着 我倒上 今天就这样了啊 我跟你们说 出了这个门 把嘴都给我闭眼了啊 别给老子胡咧咧 听见不 听见了 走了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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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你了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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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走开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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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三老四少 自家兄弟 二当家子 有什么事你尽我吩咐 告诉你们当家的我要见他 越快越好 知道了 高思琳什么不把你给吹来了 你来小天真是蓬毙生辉啊 我订的房间呢 早就订好了呀 高思琳 能大提啊 早回去 原家录这儿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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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林芳 你接着说呀 哎 反正我的性格您是了解的 我现在贵人这贵人 不然 把你带回来 就引不去 就还把你带回来 说得多的事情呢 我画了就不能把你带回来看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晓风就是高临风 不说都褪下牙了吗 不说都死了吗 说 怎么回事 二郎家 你听我说 他实在是太厉害了 咱们弟兄们不是 不是他的对手 后来又来黑旋风帮的 我说他们怎么能攻下山寨呢 都是你们这帮混蛋 你打的鬼 看我会怎么收拾你 来了 来了 高叔叔 这里不安全 你怎么来了 我没事 我有办法脱身 我来是想告诉你 你被监视了 住在这里不安全 住到侦探队去吧 高临风会保护你的 今天晚上我要见个朋友 明天我就搬过去 你就放心吧 嗯 这段时间 高临风也挺不容易的 白龙飞利用赵雪茹 处处牵制她 老安腾又利用夹带 给她压力 高叔叔 多鼓励鼓励她吧 我会的 高临风能有今天的觉悟 和你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组织上对你的工作很满意 继续努力 嗯 好了 我都说了 以后这里不要再来了 啊 那你多加小心 我知道 走吧 小心啊 常白山通知 常白山通知 是啊 是啊 小心 嗯 啊 那 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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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绝不会和林一诚的黑恶势力同流合污的 而且他明确表示要帮我搞到药品 不过想把这批药搞到少 少不到沈兰兰的侧应 这段时间他的工作份 感谢观看 现在躲起来 更给他们留下了口识 凭着我和高凌峰的特殊关系 他们找不到证据 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那我就先走了 好 怎么又是你 谁让你进来的 出去 不要生气 我不抓你 我是来请你的 听说你和高凌峰是亲戚的 太巧了 我们白参谋长和他也是亲戚 是他的亲姐夫 所以他特地让我过来 请你过去跟他叙叙旧 你去吗 看来我不去也不行了 那就走吧 好 好啊 请 没问题 可以的 你们搞错了 他是正当的商人 还是司令的叔叔 什么 行行行 这样吧 你多给我点时间 我肯定把他的真实身份搞清楚 好吗 就这样了 您饭了 什么都别多说 我今天来就是要把高华带走了 谁也拦不住 明白吗 你就别误会了 捉拿共匪这个案子 是韩主席自己抓的 交匪总司令也亲自问过 我提前一步 我是不想让高华落在别人的手里 有什么证据去抓他 凭什么说他是共产党 我就拿这身一一担保了 这冠冒 得来不易的 你就别冲动了好吗 也是交匪都败 你很清楚南京政府和韩主席 对待共产党的态度 共匪是重匪之手 谁沾上去 不死也得扒层皮啊 你就别给姐夫出难题了好吗 好 好 主席亮 他们长 从昨天开始 申计组不吃不喝 病得很重 需要马上送医院就职 否则的话 会有生命危险 好 互联服已经死了 顺基组这个活口 不可以再出事 好吧 马上把他送医院 嗯 打断一下 不吃不喝 快死了 好 从医院里请一个医生 到我那个牢里给他看病 如果不管用 就让他去死 就死在我的牢里就好了 我说的听明白了吗 还有事吗 还有一个情况 角总来电 说让咱们 把抓到的共党嫌疑犯 一干四人 全部押解魏省城 请问 咱们这出发啊 谁的命令啊 这是什么意思 角总不给我面子 也要给高副司令面子吧 一个都不能带走 我说的 角总快坐下来就说 我担着 要不这样吧 让高华先住在西关旅社间 我记得他有恩于你 我不会为难他的 我们就抓紧在这段时间 找角总疏通一下 尽量让高华留在林医 自行甄别 可以 可以 但是我要保证高华的安全 所以西关旅社 要由我的人来看守 你看你还是不相信我 好 行 从今天午夜十二点开始 西关旅社的警戒任务 就移交给侦探队之间 就这样定 我要见口花 没问题 等一下 我就把它带到西关旅社 好 谢谢 冷静冷静冷静 冷静冷静 我要好好调查 给大家一个招待的 长官 现在司令部 正在对被捕人员进行甄别 你们围在这儿妨碍公务 只能加重他们的罪名 大伙都散了吧 散了 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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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以高花为首的仙衣犯 就是因为穿着西装 留着胡子 就被当做工党抓起来 这算什么呀 我也是才知道 我在跟上面交涉 我在想办法解决 高花是你亲人呀 所以我比你还着急 你连亲人你都救不了 你怎么救老百姓啊 楠小姐 百东非有意抓住高先生不放 也是在给福瑟定施压呢 我们也正在想办法 你也看出来了 那要不然 去找鲁战奎试试 有用吗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队长 我想借高先生 烧给你的信用一下 可以 红豆 戴琪全部兄弟 习惯屡说 是 我会解决的 这不是隔着锅台上看看吗这是 这要卖过我去这是 博哥 邓国 你来来正好 问他啥我问你 白龙飞抓共党嫌疑犯事你知道吗 这个是白龙飞直接向蔡德本下的命令 嫌犯都关在西关女社 正准备往省城押送呢 都要押送了 我这都想干啥啊 想造反啊 怎么 司令不知道 我上哪知道去啊 不对啊 白龙飞亲口说的 说这个事是司令你亲自过问的 我都不知道我过问什么玩意我过问 我先来问问他 等一下司令 我明白了 你明白啥了 他这是在给自己留后路呢 有功劳全是他自己的 但凡出了事 就由司令你来顶着 司令你看 这个是我们从一个叫高华的人身上搜出来的 角总 胡总指挥的亲笔信 这白龙飞想干啥啊 这高华我太知道是谁了 这是胡总指挥的智交啊 再说也是高立峰的叔叔啊 怎么连他都抓了 其实白龙飞什么证据也没有 就凭着川西服留胡子这两点 就抓了不少人 司令 你看他这不是胡来吗 不是胡来是啥呀不是胡来 竟跟我这天乱 拿这个 你去 你跟他说 把高华带过来明天我亲自认问 是 副司令 谁允许你们给他带的手扣 这是上风的名 我们也很为难 解开 这确实 快把扣子打开 滚蛋 滚 滚 我瞎不让我们按摩 那我怎么也认识 啊 给我们战争吧 是 对我们不静止 我持臣 对他 是 你出现了 我就是 柔子 的 他们就打我 林峰 他们这种没有任何原因的 就胡乱抓人 还言行逼顾 你真该管管了 这次抓公匪 是七路脚踪的命 不然白龙飞 也不可能直接插一个岗子 他现在没事了 十二点以后 我的人就会接管这儿 你马上就安全了 嗯 对了 和我一起被抓的 还有三个普通的商人 我临出来的时候 听说他们今天晚上 就要被送到省城去 这一去啊 恐怕是有去无回啊 你想想办法救救他们吧 告诉我实话实说 有点难 我还没想办法 林峰 那可是三条活生生的 无辜生命啊 你来另一城交匪 不就是为了还老百姓 一片安宁吗 白龙飞这样做 跟土匪有什么区别 你要是不救 我也不能一个人苟祸 你呢 高叔 你真的是 共产党 你就别问这个了 如果在你管辖下的林一诚 任凭这种草菅人命的事发生 你和那些与我老百姓的 贪官污吏 不就一样了吗 我尽量能够帮 帮这个忙吧 不就一费 我已经已经被我熏成了一条狗 怎么样 您还满意吗 用起来看看吧 过了河的竹子 能顶一个巨 山上有什么瞪景 应该快了吧 这些日子也够他们熬的呢 公主 公主 好消息 二姑娘下山了 说曹操啊 曹操就到 什么时候见面 今天傍晚 老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姑娘来了 你顶着这么大风险下山 恐怕是有什么急事 这次仙尸山遭劫 我们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兵力 我舅有病 过去我舅舅对你不报 你不能见死就了 二姑娘你这话就说远了 我安清邦的丽邦之本 就是义的 既然老当家有难 岂有不救之力 只是 他现在落在高临峰手里 我们也靠不上边啊 这么大的林医成 那高临峰能一手遮天吗 你先别急嘛 办法总是会有的 正好 白参谋长来了 咱们一起商量什么 见过白参谋长 上次咱们第一次见面 我曾经就劝过你 高临峰绝非是等闲之辈 别瘾火烧身 可是你权当二旁风 只看着迎头小丽 一语孤险 现在招来灭顶之灾 知道厉害了吧 参谋长教训的是 千错万错是我们的错 可是您现在翻这些旧账 又有什么用呢 眼下山寨有难 您不会不帮我们吧 我还是那句话 我来见你 就是想帮你 如果您真想帮我 就把我舅舅放了 你舅舅没有答案 放出来 也不是没有可能 可是你得答应我 事成以后 你要帮我办一件大事 好 只要我舅舅没事 我的命就是您的 您说我舅舅没大碍 我要见见他 好 强帮主 你带着姑娘去健身纪组 我在赛神仙等你们 快去快回 明白 谢谢参谋长 请帮二姑娘 请帮二姑娘 这位就是杨义顺 那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放心吧 老奈 一会儿我就给你送回去 好 二龙家的 还得再等等啊 高临峰刚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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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了吗 他死了吗 还算稳定 这几天没吃东西 身体有点虚弱 不过我已经给他 注射了葡萄糖和盐水 应该没什么大碍 没关系 护士 他死就死了 你怎么还不死啊 你怎么还不死啊 我吃东西想死 有情况 我想什么 真他妈的 队长 这是医院 我来看病癌呆 我都说了不需要了嘛 反正他妈都已经是个死人了 浪费时间了 赶紧的吧 一会儿我来捡 舅舅 舅舅 你是 是我 是刘 是六王 真是你啊 舅舅以为这辈子再见不到你了 你赶快救救舅舅吧 这高凌峰 分分钟正都想置舅舅于死地啊 舅舅 你一定要挺住 我正在想办法救你出去 高凌峰 我一定会弄死他的 你一定要坚持住 我就好 下次再来 再会儿 if 我说你敢不敢快点开 这到省城的火车 还有半个小时就开了 至总关 下雨看看 至总关 你干什么 你不要撞死啊 说你呢 成了吗 怎么回事 干什么呢 谁啊这是 还敢回头 我跟你说啊 我最烦 有人用枪支我头 跟我一样 不想跟你说那么多 赶紧把人给我放了 我说你 你干吗 你干吗 你 把人给我放 我 行 那就再来一下 哎呀 放吗 放放放放放 大上 放 放 放出来 快 放 露着干什么呀 赶紧拿给我解开 对 这咋 我也不 我也不 你 用嘴摇摇摇摇 实际上 赶紧拿 快 曹某掌 您为人仗义 麻烦您救救我舅舅 他在高临棚手里 会被他弄死的 你舅舅有命案在身 单凭赵宠武灭门案 就勾定他死罪的 更不用说 这些年 校区山里杀人越祸 把他太难了 参谋长 无论如何 您一定要救救他 哎哎哎哎 求您了 二姑娘 别急 先坐吧 咱们一起再想想办法 参谋长 参谋长 来 黑全翁 把共党接走了 他怎么要接共匪呢 难道他真的是共战党 您放心吧 我已经派人去他们的落脚点 跑不了 一定要抓回来 是 还有 接到了鲁战夺的手令 他让咱们明天 把高华带到司令部去 套金队水 好啊 明的暗的一起出招了 二姑娘 救老爷子 我想到办法了 走 打牌去 你不是来接班的 那等会儿吧 龙涛一会儿就来接班了 咱不差这一会儿 他马上就来了 走吧 走啊 翻本呢 快走吧 走走走走 龙涛哥他们怎么回来了 应该快来了 你在这儿盯着 我去迎他们 这是今年明前的龙景 我试一下 二姑娘答应了 我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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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换身技组 他能不答应吗 安藤先生 成败就在于今天晚上 要对付高临峰 还要借助你手上的一张王牌 好 我这就去办 来 来 大哥 这么晚你还没休息啊 你有事吗 外边有人让我把这信给你 不就一封信吗 你光明正大地进来呗 我这不是怕打扰你吗 我又没休息我工作呢 你打扰什么呢 送新的人呢 走了 行 你处理吧 来 给我借安藤药和公鱼 谁啊 我